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活在当下 不要将不愉快的事放在心上 应当微笑着迎接每一天 这似乎听起来还蛮有道理 而且还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当中 但仔细思考过后 他们没有上帝 那他们微笑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 那都是从他们积极的思想而来 他们只认为在这世上只要过得开心 只要过得充实 就没有遗憾 他们却被蒙骗了 因为他们的眼光只在乎这短短的几十年 在世上的时光 而没看见那永恒的国度 尽管他们得着这世上的快乐 到了临终离开这世界时 他们才恍然大悟 死后会去哪里 就已经太迟了 我们人活在这世界 最重要的是看见我们人是不能的 唯有那创造我们的上帝 才能将一切转忧为喜 从密集中搭救我们 在末日里 信徒需认清神威的工作是什么 罗马书说道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疗苦 直到如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造成上帝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神为的三个大奥秘是什么呢 神许可苦难 就是问题 引导他所爱之人 对上帝所拣选 大海未产生之人 他们遭受的苦难 是要使他们恢复生命的主人 对 已经进入救恩之门的人 但因为拒绝圣灵的引导 这等人 遭受的苦难 是要催避他们悔改 恢复起初的爱 虽生命生活是尽心尽力跟从主 但还是遭受苦难 这等苦难要惊念他 使他成为更合用的亲民 有时 我也会跟上帝埋怨 为何不能给信徒一个坦顺的道路 那么 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侍奉上帝 但往往人在顺境时 就会安宁现状 而失去了灵力的警戒心 所以当我们一碰到问题时 不要怀疑上帝离开我们 他乃是要经验我们 被他使用 其次 上帝定了他的时间表 凡事都有定时 一切都在上帝的场馆之下 当基督教来临时 世界有极其的苦难 为的是要叫人悔改 转向上帝 尤其当我们非信徒的家人或亲友 经历心灵或弱体的苦难时 不要将他们的得救之事 当之理所当然或顺其自然 我们若认定有限的时间 对圣灵的感动也会非常明确 不会获得过且过的人生 上帝借着蒙恩之人的顺服 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 罗马书8章28节说道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其实 当我们的心灵与圣灵一致时 就必看见圣灵的帮助与能力彰显 反之 不顺服上帝的人 并无法看见圣灵大能的工作 通过他的圣灵成就出来 并且也无法享受上帝动工的益处 让我们检讨我们的夫妇生活 养育儿女 管理经济 人际关系 是否是经历圣灵的恩惠 还是我们正在依靠自己活 当我们知道了神的作为之后 必要实际的蒙应允 得医治 当主成就了一切之后 他是借着父的旨意 借着他的灵继续为众圣徒带导 请查验 在我们的夫妇生活 儿女教育 主事待人 安排每天的时光等 我们失去主基督的荣耀在哪里 那就是我们的主正在为我们代求之处 末日信徒的我们 在这方面要蒙应允 得着儿女的心灵 不受自己的情况 条件 感觉 限制 乃是回到神的话怎么说 就以确定的心怎么跟从 虽自己还在得医的过程当中 但因为自己的生命是愿意跟从上帝的 所以继续成为他作为人的见证 向他们传福音 倘若我们在基督里继续蒙应允 我们的心怀意念与生活里必有重要的证据 我们的信仰是爱神 不是怕神的 今日 我们是否是更想要靠近神 依靠神 向神呼求 还是因软弱无力而远离神 依靠自己呢 我们是因基督得最大的成功与满足 而不是多要祈求祝福与成功 让我们检讨自己的生命 是否能满足于现在主为我预备的一切 还是动不动就比较 我们是越来越看见24小时 凡事与随时的主 不是在特别的情况或事情发生才能看见主 若我们能看见精灵的主 或于外在的情况的改变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以马内离信仰 我们的心灵是天天要进入神为 弃绝人为的 当万民都靠肉眼与肉而生活时 上帝借着基督要背负在我们身上 能够在凡事上看见神为的眼睛与心灵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行囊 若耶稣明天就来了 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来见祂的面 或者你还仍然对这世上的事情有所留恋 无法放下呢 愿我们对末日的到来 是充满着盼望期待 我不是担心害怕 愿我们在末日逼近的时候 心灵得着坚固进入神为的时间表